四位年輕導演演繹香港目前的情況 從玄學的角度去看香港人今天的行動 這個戲不可思議 因為他本身有二十多年前大迷信 最受歡迎的部分 就是當年的七者大家仍然是印象難忘 但能夠找到最厲害的問米女王三者上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緣分 加上我們去美國能夠請到當地通靈師Danny上鏡 這亦是一個很不簡單的機遇 去到日本能夠請到首屈一指的問米婆板子 給我們拍攝 這些亦是不簡單 在台灣我們能夠拍攝得到一位制功上身的一位人妻 亦是將整個台灣的基雄文化在紀錄片裏表達 暈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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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暈有你有我 軟軟我軟我軟我似對似錯 明陈暈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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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 剛才恨為難形 EV 脊椎跟軟是 Dru Kim 莫要太過傷感 從來命運造就自信行好運 四位年青的導演 他們都發揮了年青人的幹勁和觸覺 我相信年青人看這部戲 是由頭興奮開心到尾之外 而且在戲裏有活動 這個活動就在戲裏投入一個火工法事裏 是一個非常好玩的電影 我只能用好玩來描寫通靈師 是在現在沉悶的香港裏 我們需要一些創意 這個創意在通靈師裏 這部電影裏 是令到無論何年紀的人進入戲院裏 都會感受到在我們身邊裏 的確發生了很多避以所思的事情 但一旦為你破解之外 才提供一個好的智慧 讓你駕馭 駕馭這些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的人生 我們的生活 和我們日常生活所面對的所有事情 這都是香港人現在目前最需要的智慧